重新布展的龙华烈士纪念馆 经过了半年多的筹备 今年20岁的龙华烈士纪念馆 会如何的更好地呈现烈士精神 我们请周宇为大家带来详细报道 好的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龙华烈士纪念馆 因为其开放式的人文纪念地理念 多年来一直代表了当时 全国烈士包扬设施的最高水准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 为了打造一个能生动反应先烈精神 吸引当今观众的精品成展 从今年2月份开始 龙华烈士纪念馆闭馆 迎来了20年来的首次全面改造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 眼下龙华烈士纪念馆已经重新布展就绪 今天就让我们先去探探营 重新陈列的龙华烈士纪念馆 以英雄壮歌上海英烈纪念展积目 全面展示了256位与上海紧密相关的英雄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 鞠躬尽瘁 凯然赋死的气节和精神 除内容创新外 改成后的龙华历史纪念馆 在展示形式上也焕然一新 比如一进入续听 观众就可以看到三组雕塑人物 配合天幕影像及音乐 缓缓向展厅正中移动 这也是全国纪念馆中首个动态雕塑 这是一组模拟上海解放前夕的实景场景 上海的外围正在激烈战斗 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互查互笑下 市中心上海市民的正常生活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龙华24烈士英明墙 则打破了传统的静态雕刻 通过感应观众的参观距离 英烈的姓名会从墙体内向外动起来 而多媒体剧场里 全息技术将雕塑和舞蹈完美结合在一起 共同演绎出24烈士感人至深 可歌可泣的事迹 我个人来讲 非常震撼 非常激动 以前就是很抽象的 现在就是说人就是进来一种 有一种就是说 生临其境的